然後我就 喔 原來骨池 明明在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骨池 因為它特殊的製成 它是很薄對不對 這樣看的時候 前排的硬檔會看比較清楚 所以它可以透光嘛 你會發現後面有手指頭有沒有 陰影再晃 所以你會發現用了骨池 你的前途會有一片光明 而且骨池它非常薄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特色喔 真的嗎 我頓悟了 我頓悟要 各位新加入森林樹在後面 自己要投進去 因為骨池要非常薄 可以到這邊特別的聲響 那這碗為什麼拿這麼大一個 等一下會請我的線索 你幫我拿下去 因為你知道 從台北下來需要一點盤產 我們先收一下獎師費 各位記得回台北 因為我們有開車 我們只收紙鈔不收硬幣 各位我們的骨池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 好 別在那邊聽聽 不是不要再通話音 好的 磁器本身 因為骨池給大家的很薄 所以它可以發出 一個很共振的聲音 我們再聽一次 好 只可以發出這樣聲音 這樣就很大的鼓勢 只有好的磁器才發出這種聲音 可是領導用問題啊 講是 我每次出口不知道 我說這麼大腳沒方便耶 我們常看完笑說 Mannys是一家服務很好的公司 所以領導才跟我分享 他說用管其實也可以 我說哇 這麼神奇喔 我說對 各位聽一下喔 我跟你說講課一定會緊張 手都會抖 好 來 你發現喔 他有一個很清脆的聲音 我 可能跟我的鞋性不太對 好 來練習一下 錄一下練習一下 好 謝謝 好 各位